法國周潤發重映48年 出名親民友善 是大眾心中永遠的男神 最近網上流傳一輯 去年法國和導演莊文強 都大學出席座談會的照片 他在台上分享得到台前幕後愛戴之道 自爆當年在無線拍劇時 不時會自己銀錢買豬扒牛扒 和台前幕後一邊拍攝一邊笑東西吃 座談會他難得一身黑色西裝現身 雖然頭髮全白 但疏起由頭反而顯得利落 強大巨星光雲 連口罩都擋不住 座談會結束之後 法國以招牌式自拍同學生大合照 又主動問學生開不開心 笑言將來有空沒工作 會回來再和大家分享